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小厨局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情人节快到了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一款有象征性的 情人节爱心花束 那这款花束呢我们可以在情人节这一天自己买一些花材 去一家自己动手做 可以送给自己或是送给心爱的人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花材介绍 好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准备细藤 那细藤呢它在花式里面有分很多的粗细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最细的细藤 那所以我们在花式里面我们通常就会跟花商说 我要细藤然后是最细的就可以了 那它目前在以台北花式来说它一把会是三支 那我们今天会需要使用到四支 所以会建议大家买两把 从这六支当中去挑选你觉得适合的三支 好那一开始我们会先把这些细藤先解开 因为它在来的时候呢它会是卷曲在一起的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细藤都拆开了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把细藤粗的跟细的放在一起 好那我现在分类有三个比较粗三个比较细 那我会建议啊我们待会需要四支 那这四支我会建议大概是一粗一粗 然后一细一细我们要围成一个爱心的形状 好所以呢我先挑一个粗的跟一个细的 它们是一组的 然后另外呢一个粗的加一个细的 所以我现在分成两组 好现在呢细藤呢它其实是鲜花的状态 就是新鲜的状态 新鲜的状态下呢细藤是可以塑形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 这样把它折一折 那折一折你会听到滋滋作响的声音 你要去感受它不能说太用力把它折断 就像我们可能小时候你可能有学芭蕾舞 那你可能一开始在拉筋的时候 如果你身为一个老师 你要去感受一下学生他的 这个他的筋的可承受度 如果说你觉得他这个声音不太对 或是你在下压的那个力量不太对 或是他的反馈也不太对 你就不能硬压 不然他就会断掉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这样去塑形他 你会听到他有滋滋作响的声音 好那我们让大家听听看有没有滋滋作响的声音 那现在呢我们四支都已经帮他塑形完之后 我们呢要将他折成一个像这样的形状 好我们每一个要变成这样的形状 就是很像一个这是什么形状 一个橢圆形 然后下面脚是一个开开的 那另外一个也一样 好所以我们折成两个像这样的形状 那这两个尺寸是差不多的 接着呢你这两个形状我们把它交叉 好你会觉得现在中间的交叠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会再固定住 所以你看这样就有一个爱心的形状了 接着呢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去固定他呢 我会建议大家直接买束带 像这样 束带有黑色跟白色 我会建议啊像以今天这个作品 他是细腾他的颜色比较深 我们就用黑色的束带 好我们就把它拉紧 好拉紧之后呢我们再去把它的这个爱心稍微拉开一点点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两个爱心的中间这里再固定束带 好所以你们现在看一下已经有一个爱心了 那你如果担心爱会不会他不牢固啊你可以再多固定一个点 好所以你们现在看一下已经有一个爱心了 所以原则上三只三条束带就可以足够做成一个爱心的架构 好像这样那我们再把它多余的束带剪掉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爱心架构 以细腾完成的两只细腾加两只细腾 总共四只细腾去完成的一个爱心架构 那下面的这些花角呢我们可以先稍微帮他修剪一下 过长的部分先稍微修剪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绑花束咯 我们准备了以上这些花材那分别是 粉玫瑰、小虾结梗、红玫瑰、粉色的迷你玫瑰、初雪草 以及小圆叶油加粒叶 那目前的花材都是属于尚未处理的状态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绑花束啊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叶子可以稍微去一下 保留一点点没有关系 那叶子去掉呢对于你的花的赏花期限会比较长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减少水分的散失 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说我留一片就好 不一定要全部去掉 或是有的全部去掉 有的留一片这样 好所以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像这种芒枝 就是它是没有花朵的花巾我们就把它剪掉 好那再来最多同学关心的是 含苞要不要留 因为其实有一派的花艺师会说 含苞不要留它绝对不会开 那过去呢 我曾经有 我曾经的花艺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 那所以以前我也是都是这样认为 也都是这样教我的学生 那直到有一次 我的学生他就很舍不得剪掉这些含苞的结梗 那他就带回家就是每天换水啊捡滑脚换水捡滑脚 大概在我们上完课后的一个多礼拜他就拍照给我看说 老师这个含苞的结梗开花了 然后开花的样子大概是像这样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哦所以其实含苞的结梗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开的 那最近一次的经验呢就是有一次我在台北的教室 那也是有一派的同学就是 可能他过去老师也是这样跟他讲 所以在大家下课之后 垃圾桶就有非常多是这种含苞的结梗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就试试看吧 既然有同学说有可能会开 我就把所有的含苞的结梗 插在一个小水杯里面 就是很像那种我们 嗯 喝那种四物饮的那种小玻璃瓶里面 那那时候刚好是我要离开台北 准备回彰化了 那我可能一个礼拜我就 不会再回台北 我就想说那我就把他 放很多含苞的结梗 那我也没有帮他换水 我就是预期我一周后回来 可能就是要把这个含苞的结梗处理掉 所以我就放在我们教室外面的 那个奇楼的鞋柜上 结果一周后我回到台北的教室 我超级惊讶 因为那一堆就是大概十几个 含苞的结梗 全部都开了 有的甚至开成像这样的颜色 那有的是开这样 比较像黄黄的这种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 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我就会改口 我就跟我的学生都说 含苞的结梗 如果你在意的是它会不会开 如果不开你想要减掉 那我会建议大家暂缓 因为它其实还是有机会是开的 那所以会建议大家 就是给花朵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大自然是 就是花朵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我们很难去断定大自然 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例如说它绝对不会开 或是它绝对会开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给它们一个机会试试看 不会开也没有关系 要会开你就可以多一点时间欣赏它 好下一样花财呢是红玫瑰 红玫瑰要小心它的刺很多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这些迷你的刺呢 这种多余的分岔可以稍微修 迷你的刺呢 轻轻的这样刮一刮 轻轻的不要刮太大力 就轻轻的刮 那为什么一定要刮 因为待会我们要绑花束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处理的话 你待会在绑花束的时候 你的手可能会受伤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玫瑰花一定要检查到很干净 就是你怎么检查 你的手这样上上下下 你都不会感到疼痛 如果会代表你还是有刺 所以你要这样上上下下 都没有觉得会被刺到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换下一只 所以红玫瑰我会建议都去掉 因为其他的花材我们有留叶子 红玫瑰我们就全去掉 你这样再刮刺会比较好刮 那红玫瑰呢 有些同学会说 我们处理红玫瑰的时候 这些叶子啊跟刺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可以快速的处理 那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除刺夹 除刺夹要怎么使用呢 我们会这样轻轻的夹着你的花朵的花金 然后这样往下刷 轻轻的这样往下刷 对 好 然后反复的刷 那他的刺啊跟他的叶子就会掉落 所以轻轻的就这样 轻轻的刮一刮 轻轻的我再做一只给大家看一看 好这样 抓着顶部 轻轻的这样 然后就可以轻轻的这样刮一刮 把刺刮掉 你就不用像刚刚我们用剪刀 这样刮很久 那这个除刺夹呢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洽寻小除菊花衣学校 这一支是我平常自己 非常喜欢用的除刺夹 他的颜色都很漂亮 就是有像这种 莫兰迪色的粉色啊 绿色灰色 就很多颜色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 都可以洽寻小除菊花衣学校 然后我们有贩售 好那下一样花材呢 是迷你玫瑰 然后我们一样使用我们的除刺夹 轻轻的往下刷 好那比较上面的呢 有分岔的地方 我们就用手摘 好不用去的非常干净 因为我们今天绑花束 你还是可以留一些叶子 让你的作品 不会说就是很干净溜溜的花精这样 所以我们用除刺夹稍微去一下 好下一样花材呢 叫初雪草 那初雪草呢 这个植物其实啊 我原本的设计 我是预期是用小海桶叶 但是最近呢 在台湾买不到小海桶叶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类似的配色的叶材 叫初雪草 那初雪草呢 它会有白色的枝翼 有白色枝翼的植物啊 大家要留意它可能对于动物是有害的 例如说像猫猫狗狗 或是比较小的那种兔兔猫小孩 所以我都会建议啊 大家如果说 我的学生如果来上课 我们有使用到例如 蓝心花 糖棉 初雪草之类 会留白色枝翼的植物 我都会建议大家回家前 一定要洗干净 把手洗干净 再去摸你的小朋友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下面这个叶子去掉就好了 那或是这个分叉啊 如果说分叉比较低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修剪掉 好最后一样花材是 小圆叶油加利叶 我们很熟悉很常用了 小圆叶油加利叶呢 我们要保留 因为我们绑花束嘛 所以我们就保留最上面 一个拳头 然后两个拳头 三个拳头就好 下面都去掉 那这个呢有同学会问说 我要用手摘 还是我也可以用这个 除刺夹呢 那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也是可以 他用这个除刺除叶夹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东西他其实可以除刺 也可以除叶 然后你再稍微再检查一下 嗯小细节再剥一剥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比你一片一片去 来快的许多 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从下面这样 往下就是把它倒倒着弄 然后往下推 它会处理的蛮干净的 它会处理的蛮干净的 好这样子 几乎不用再做细部的处理就很干净 好 但是如果像这种有分叉的分叉 一定要稍微先收剪掉哦 这种分叉呢 你都可以再拿去做别的作品 可能你可以插个盆花 或是插在水瓶里 就不要丢掉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绑花束 那我们要绑花束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螺旋花角手绑花束 那今天螺旋花角手绑花束呢 我们会跟过往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行我们今天的方式 好 这个是我们就先握着我们今天的爱心架构 那我会建议我们分成四等份 这是第一等份 第二等份 然后转到背面 第三第四 我们慢慢去把这些花拼贴成 就是把它填满这个架构 所以你是要去评估说 诶你要先放叶子呢 还是要先放花 所以我会建议一开始你可以先放叶子 左上右下 我们已经复习好多次了 左上右下 那我们可以 再放一些叶子 蹭底 左上右下 好 那我们再放一些玫瑰花 也是左上右下 我们先把这个爱心 就是你这个左边的爱心填满 好 然后换这个是 小夏节梗也是左上右下 所以现在每一只花都是左上右下 迷你玫瑰也是左上右下 所以我们要先把你的这个左爱心稍微填满一下 好左爱心大概稍微填满之后呢 我们要换你的右爱心了 那右爱心呢需要留意一件事情 右爱心你在上花的时候呢 你左上右下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我一样是左上右下 但是我要有点让它绕到爱心的后面 所以它会其实 是右上左下吗 它其实是左上右下 再稍微微转一点点 所以会在这里 好我们再讲一次哦 左上右下 然后慢慢的绕着这个爱心 所以它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左上右下的花 然后绕着你的爱心进去 所以它会顺着这个螺旋花脚走 再一次哦 左上右下 然后绕着你的爱心往后走 那你们可以再去慢慢把这个 右边的爱心填满 好一样左上右下 绕着你的爱心到后面 好那接着呢 我们就转到背面 好背面现在是空的 我们要从左爱心开始 好左爱心呢 那我们一样左上右下 这边就直接左上右下了 好然后呢 我们就 红玫瑰也是左上右下 慢慢的去把你的背后的 左边爱心也先填满 那都一样 都先左上右下 左上右下 好左边爱心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就换右边爱心 右边爱心比较特别 它是左上右下 慢慢的绕到后面去 好再一次哦 左上右下慢慢的绕 让脚就是花的脚 带领着你绕到后面 所以花还是在前面 好那这一支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已经断了 我们就拿起来 不要硬把它绑到作品里 好一样哦 左上右下 绕到你的后面去 好我们可以微调一下 左上右下 左上右下绕到后面去 那有这种就是没有花的 花精一定要先修剪下来 不然它会分散掉养分 好那这是我们的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里有空位 那这边它是属于左爱心 那就是左上右下 好右爱心这里也有空位 那我就是一样左上右下 但是要多一个绕到背面去 好所以我背面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再回来你的正面 好现在呢正面呢 这里比较空 好我们放玫瑰好了 那因为它玫瑰有点低 所以我们就把它叶子去掉 左爱心一律都是 左上右下放进去就好 好现在呢中间这里有点空 关于中间要怎么放 凡是中间的话 我们就从正中间直直的 找到圆心 往下推 这样你就不会破坏到 你的螺旋花角 所以大家记得哦 凡是你要往中心点放的话 你就直直的往下放 就不用在左上右先直直的穿越远心 它就不会破坏螺旋花角了 好现在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有没有花比较低的把它拉高一点 好这边空空的 一样 左上右下 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洞 我们一样左上右下让花朵进去 我们让它跟迷你玫瑰换一下 我们让它跟迷你玫瑰换一下 花朵都还是可以换的哦 好现在我们的花大致就上的差不多 还有一些小叶子 小叶子我觉得这边有点空 我们就从圆心把它放进去 不要破坏螺旋花角 好 那现在我们的花正反面都好了 我们就开始来调整 有没有什么花呢 是太过拥挤 或是它不是在你要的位置 你可以稍微高高低低的去排列它 原则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爱心填满 但是你又微微看得到这个爱心 让这个爱心是这个作品的设计的一部分 好像我觉得这边 红玫瑰好像有一点就是 连成一条斜线了 那我会比较倾向不要让这样的状况 出现在作品里 因为它看起来会有点 好像有一条线的样子 所以呢我会想办法 我可能把这只抽掉 然后换成一个粉红色的玫瑰进去 然后这只拉起来 然后这只补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再去微调一下花朵 现在的微调呢都是 让这个花是每一朵都可以被看到 然后以及呢它是可以填满这个爱心的架构的 好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做调整 这个调整就没有什么诀窍 你就是慢慢调 让花是呈现阶梯状 但是又是有高有低 像有一些初学场就可以故意拉高一点 让它是有层次的 好那现在我们现在调整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作品主要是以单面欣赏为主 当然我们后面还是有花 那我们会是以正面为主 所以呢 花原则上是以阶梯式排列的 所以你可以一眼望过去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花 那当然我后半部的话 有一些会稍微拉高一点去衬着正面 让正面看过去 背后还是有一些粉色啊 一些红色或是一些绿叶 好那现在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手要握好 我们就用一般的文具透明胶带 先做捆绑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建议大家呢 把花平放 那放在你的这个胶带处 所以你的胶带拉出来 你会想像 欸它好像要黏到我的大拇指 但是要黏下去的那刹那呢 请你大拇指让开 让你的胶带进去 拉一小段就好 不要拉太长 先把它当成绳子一样 勒紧 黏住 黏住 黏住之后 我们再拉一条 把它贴完整一点 好这样就牢固了 好牢固之后呢 我们先来剪花角 会建议大家呢 花角就大概是在交代一下 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 那剪的时候呢 要留意哦 因为我们今天有细藤 细藤就用省力剪刀剪 花筋呢 就用花意剪刀剪 刀剪斜切口 好那细藤就用省力剪刀剪 好那现在我们的花角剪好之后呢 我们要绑锻带 锻带我们要绑在这个胶带处 那我们今天准备呢 这个锻带叫鱼尾沙锻带 那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个锻带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去哪边购买 也都可以直接洽选小厨局 花意学校它有非常多的颜色 那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款锻带 好锻带呢 其实会建议这种就是很卷曲啊 有自然的蜿蜒的锻带 就不用说刻意去打很工整 我们就拉两条长长的 然后呢打一个截 然后呢打一个截 打一个截之后 我们就抓着两个耳朵 像这样 耳朵交叉 推进去拉一下 你再慢慢的去调整 好那有些同学会反应说啊 可是我的胶带贴的这么宽 我觉得我的胶带没有被断带遮住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样 先多绕一圈 让这个鱼尾沙完整的遮住你的胶带 好我们再打截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先多绕一圈再打截 好那一样抓住两个耳朵 交叉推进去 好再慢慢的去调整你要的大小区 其实就是两只脚拉一拉 两个耳朵拉一拉去调整到你要的尺寸 好拉完之后呢 就随意的剪的平切口就可以了 平平的切口 好那我们今天的作品已经完成了 是一个情人节爱心架构的手绑花束 好那这个手绑花束呢 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复习 我们会准备两把细藤 那这两把细藤总共会有六只 我们会从这六只细藤呢 挑出四只比较适合来做为爱心架构的 分别会是两只在左两只在右 那我们会用束带把它固定起来 那爱心架构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处理花材 那花材处理好之后 一定要把花材检查的非常干净 完全没有刺 因为你在握花束的时候 如果有刺你的手可能会受伤 好处理花材完之后呢 我们就用大家最熟悉的螺旋花角的方式 那今天呢 我们会先去完成你的正面的左爱心 慢慢的填满 再换你的正面的右爱心慢慢填满 接着转到背面 一样先从左爱心右爱心 完成这四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调整 让花成为阶梯式的排列 从低到高 你一眼望过去 你可以看到全部的花朵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透明胶带 把你的鲜花跟你的细藤做一个固定 固定完之后 我们就剪花脚 花脚的长度 预期是在膠带下 两个拳头的长度 好完成之后 就可以绑 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鱼尾纱缎带 所以今天这个作品我觉得呢 算是居家就可以完成的一个 如果一到五颗星的难度 我认为它的难度大概会是在 两颗星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家里 居家自行DIY 那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情人节前夕 或是情人节当天 买这些很常见的 都不是很难取得的花材啊 粉玫瑰红玫瑰结梗 都是很好取得的花材 那绑一束花送给自己 或是送给你心爱的人 好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 我是花艺师吴尼燕 小厨菊花艺 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 永远之亦 你Иしい 小小炎 永迺 t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